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 今天的主题还在初杰国王的存起故事第五十一集 小主题是散堂 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 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 是为了修行政德涅槃 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 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 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 行住做我都要观想主事 让我们每一天的心越来越平静 才容易正德法神 尤其是晚上我们跟全球大众敬做抗议 这个功德很殊胜 能帮助各位早一点正德法神 我们先听一点佛法 再跟全球大众敬做抗议 我们先听清楚 讨论 那我们先听清楚 这句话, 苏狗喊是体内中心的意思, 它来自巴利文塔那意思是处。 第七是第七, 总意思是体内地中心处。 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 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 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 也是我们成功与快乐的全员。 揭露希望自己生命获得成功与快乐, 各位要常常意念体内地中心处, 让我们生生世世所累积的功德, 有机会来回报各位。 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祖圣人, 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 只是帕门昆天文尼祖师, 从心法献回来教导我们而已。 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 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 梦中梦幼儿园学校。 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就是借用 法圣师父开示过的内容, 来给各位补充解释。 所以现在请各位一起向祖师跟法圣师父 顶礼感恩。 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 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 拜死,拜死。 佛法虽然神奥, 但容易证德。 初步修行, 各位不能动脑, 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 简单轻松收服的宁静在体内地球中寻触。 当各位的修行境界, 幼儿园毕业后, 马上获得博士学位, 能学习佛教理生奥的法。 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目片, 最外围是议识跟文化, 当佛教存入了哪个国家就会入境随俗。 议识跟文化可能会变, 但里面内证, 理论时间与验证总不会变, 这是佛教的整体。 当各位的时间短, 要重视修行, 让自己能赶快证德法神, 认证佛法, 这是很重要的各位大德。 我们先复习周晚的内容。 如果您在认识等级, 幼儿园毕业, 幼儿园毕业之后, 长老只是弟弟, 就是新国王和建筑团队, 尽快加工完成新寺院。 新寺院的大法会 办过图皮法会后 长老思考到 这座寺院若能进找落成 必将为佛教带来无限的利益 让佛教与法森法门 红扬到全世界 如此一来 长老也可以尽早卸下这一任务 不再为俗世缠身 可以尊心一致于自己真正的任务上 也即是研修法森法门 建筑团队听到长老的指令后 大家同心协力 尽快完成新寺院的建筑 为长老早日完成新愿 不为俗世杂物所累 致志于攻克真正的任务 大长老的图皮法会结束后 长老正式接过继承的棒子 担负起大长老所祖父的三大任务 第一任务 成立研修法森法门团队 继承降魔祖师的深修任务 第二任务 收集一切与祖师相关的文物资料 第三任务 弘扬法森法门 遍及全世界 当这位大臣知道有这三大任务时 也想获得分享之份大功德 同时也可分担长老的重任与职责 他认为 对第一任务是帮补上忙 成立研修法森法门团队纯属内在的修行 唯有长老本身才能完成它 至于其他两项任务 收集祖师的文物资料 以及弘扬法森法门 遍及全世界 是外在的工作 他愿意为长老承担起这些职责 我们昨晚也有谈到个人的任务 我们来复习一下 长老的三大任务 第一 成立研修法森法门团队 第二 收集祖师相关的文物 第三 弘扬法森法门 遍及全世界 不过 佛教对五种个人任务的种类有四种 第一 研修法森法门 第二 红法 第三 建筑 第四 护法 第一 到第三 任务呢 是属于 室内 或是 内圈 室内 打工职责人员 那室外 或是 外圈 是属于 第四 任务 都 护法 举世 不管 室内 还是 室外 内圈或是 外圈 都是属于 佛教对五中的战士 都很重要的 各位大德 这位大臣自愿 分担并负责两大任务之后 开始进行竭力策划与设定新寺院的操作架构 以及条规的运作机制 他引用了大长老生前所奠定的基本规则 作为基础模范 设计出新寺院的各个领域的运作条规 这位大臣请示与长老关于新寺院的操作架构与条规 长老经过详细了解 批阅后就语语批准 同时也随时赞叹这位大臣的功德 昨晚到这里 今晚的内容 不过时间也大了 我们先跟全球大众静坐看一线 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 祸中也有福 障碍中也有机会 透过修行静坐 对世界现况 和不正常的生活 感到心烦的这颗心 也能体会到快乐 所以现在开始 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 静坐 轻轻轻轻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 眼睛围扎 放松 舒舒舒服服服的 全身体 全身的肌肉 整个身体 整个身体 从脸部 离开放松 头部 头部 颈部 肩膀 直到手指尖 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 双腿直到脚趾头 全身舒畅 保持内心的清爽 开朗清静透明 没有担忧什么 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 放下万元 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 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 现在是和平的时刻 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 把平常到处跑的心 接引回归体内 想象自己身体 是空的 没有任何内障 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 接引心 放在哪里 让心轻松舒服的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 如同羽毛 慢慢地飘落水面上 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 让自己身体的中央处 让自己连续地感觉 心已回归体内 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 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 自己熟悉的画面 比如太阳 月亮 或天上的星星 内心 内心只有那个画面 心才不会回去想 去担心其他的东西 轻松舒服的 维持在那个画面 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 就重新开始 或者意念了 却回去想别事 我们就简简单单 舒舒舒服服的 重新开始 我们也可以在心中 轻轻地默念 阿拉罕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静的东西 萨玛阿拉罕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 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静静地 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罕 让我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 慢慢地散发出去 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 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 我们会神奇地发现 自己也能让心指定 虽然这是小片段的时刻 每天继续做 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 如同吸气吐气一样 不用动脑也能呼吸 我们就能训练 我们就能训练 让心远离一切不够 让心清静透明 清静透明的这颗心 能连接内在的清静能量 防护体外 所有不清静的东西 清静的心 将让我们想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事 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 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 我们正在帮忙 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静坐 全世界各地静坐 所所产生的清静气息 将散发出去 保护地球 维持 宁静在清静中 它在我们体内 慢慢地产生 默念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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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 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 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 轻轻的意念 此清净的能量 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地扩大 笼罩的我们身体 再从我们身体扩大 覆盖到家人 邻居 而却求着泪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 传送给他们 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全地给每个人 愿每个人 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 大苦 大苦 化为小苦 小苦 小苦 就能脱离痛苦 少了 变成大了 已经很快乐 已经很快乐的人 就更快乐 想象我们 正在把善意 传递给全国人民 临过各国各地 无边无际的地方 让全球人类 身心快乐 互相同情了解 无担忧 无压力 无法闷 和一切疾病 让此清净的能量 回向给历代祖先 父母 亲戚朋友 亲戚朋友 不管已经往生 还是活着的人 都愿他们快乐 具有心力 脱离痛苦 灾难 疾病 一些障碍 一些众生 也愿他们快乐 脱离 一些痛苦 灾难 愿此清净的能量 渗透人类 和众生的身心 静化人类 静化人类 终生 和世界 不清静的六界 如同我们 光灾难 正在静化 这颗地球 让它透明 如水晶 或钻石 只剩下清净 脱离一切污垢 无论外在的新冠病毒 或内在控制人心的 贪嗦是发脑病毒 使人类互相误解 冲突杀害打仗等等 让世界转换进入 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 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 覆盖传送保护世界 使世界超脱不清静的一切 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 那现在真心没以为 满满满得 Satha Sothi Pak Wan Tutte 随喜大家今晚 敬做抗议的功德 Sathu 先强调 出界国王的纯奇故事 是属于 法圣师父 梦中梦的指示 请大家开开心心的听 听成纯奇故事就够了 此外长老的 此外长老在管理新寺院的理念上 给予不少的建议 尤其关于善食方面的 食物方面 长老说 大长老在生时 曾希望 建设一个善堂 方便居士们到寺院来修功德时 能尊心投入修行 而不需 为解决 参食的问题分心 大长老之所以 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维持大长老关心 他们的餐食 居士们如果在 居士们如果是住在 临近森林寺院的 村落 小城里的 过来寺院 修功德时 他们的家 离寺院不算太远 早上来寺院 晚上就能回家去 一般上 他们每逢佛日或当代的假日都来寺院修功德 至于那些来自远处城镇或其他国家的居士 很可能划上整整一个月的路程 翻山越岭才来到森林寺院 然后 斜角与流宿在寺院周围的林墓区 夜里的住宿是挂起了膨胀 他们会很有耐心地等到 修功德的时日 法喜充满地修了功德后 高高兴兴地启程返回自己的家乡 大致上说来 这些远程而来的居士 会比临近寺院的居士 表现出更坚韧 更有耐性的品德 撒脱 所以各位 当 搭飞机也好 或搭巴士也好 到泰国法身世 参加大法会 各位 各位 也如同 前尊佛陀时代 住在 比较远地的 居士 各位 表现出 更坚韧 更有耐性的品德 撒脱 忍入波罗蜜 比较大 仅近于忍入波罗蜜 比较大 因为比其他人 需要更 紧近 更忍辱 才能到达 泰国法身世来修功德 再熟悉功德 撒脱 厉害厉害 基于此原因 对这些来修院修功德的重局势 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他们每天的餐食 经济背景 经济背景 教好的局势 餐食不成问题 大多会自备带来由都城买来的食物 中等经济能力的局势 多数预先在家乡准备好的干粮 带来寻宿 带来寺院食用 至于那些 没经济能力 自备食物的局势 一般上 会耐心等待 等到生团法师们 用善后 所剩下的食物 才由他们去领取食用 大长老观察到居士们在食物方面的问题 希望建立一个善堂 招待来寺院修功德的重居士用餐 长老知道大长老的心愿后 指令在新寺院里设立善堂 这些任务由这位大臣主管与协助完成 这立善堂 只为报答大长老的红恩 撒图 也是大长老生生世世的慈悲与宏愿 希望在室内做一个善堂 真是也一样 来看这里 法真是冲伴人 真恐龙永老奶奶 生前 讲过一句话 不管来法真是修行的居士人数 是一百人或一百万人 都要提供食物 请每一位居士用餐 吃饱饭后就一起当义工 所以法真是不担心 义工问题 来一百万 吃饱饭后 那些都是义工 不过 要成立善堂 不容易 咱老奶奶讲说 奶奶看到主师 生前能成立 北兰寺的善堂 提供食物给 来寺院修行的居士们 奶奶看到后就发喜 连现在主师已圆寄了 回到多帅天了 每一天善堂 所布施的功德 主师也会获得 天天获得这份大功德 奶奶想到这一点 就希望在法真是成立善堂 奶奶说成立善堂 奶奶需要 意念 功德 自己前生前世 累积来的功德 然后许愿 愿自己 生生世世 所累积的功德 促成 这一座善堂 所以呢 各位来到法真是了 要 来到 珍老奶奶的善堂 来品尝一下 奶奶 要请大家吃饭 的食物味道 跟法味 好吗 我们来 请 听听 带领大姐 参观一下 泰国法真是的 神仿 上 词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之前 我们都要脱鞋子 要脱鞋子 要记得 这个也是属于寺院的文化之一 可是我们不是在卖脱鞋 是进到任何一个地点的时候 都要把鞋子排好 这里就是法生寺 所有的僧众们 还有信徒们 都会来这边算是过堂的地方 也就是吃午餐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很特别 就是除了很多很多比丘来这里过堂 然后接受大家供养之外 来供养袈裟 供养药物 供养鲜花 供养很多很多东西 等等等等的信徒 在供养完之后 也可以留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这里很香 因为这边就是等一下要排队领食物的地方 大家等一下会在这边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都有排队区 然后大家等一下等待这个僧团送金 然后等他们先开始开动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这边领一盘饭 一碗汤 几根香蕉这样 这边是一碗汤 一盘饭 一碗汤 几根香蕉 有时候也没有香蕉 是芭蕉 泰国有香蕉 芭蕉 很多种蕉 很好 这是奶奶的宏愿 成立三堂 经过一碗汤 经过一段时日 在大家同心协力下 建筑工程来到了大家所盼待的日子 也即是新寺院 圆满汉 新寺院一落成 人人都感到非常发喜 之前一切付出的辛劳与疲惫 换来的发喜是非常值得的 尤其是新国王 比任何人 付出更多心力 财力和智慧 因此最为发喜之人是新国王 所以付出的越多 收获越大 在这里的收获就是发喜功德 今晚时间到了 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听闻佛法的功德 静坐抗议的功德 送转法轮经的功德 祝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 祝福各位和家人 晚安 明晚见 一個无视前女打的身份 徒乙接吻佛认 说要是否赖湾 boys 梦思发云 为我们熟练 万似穷命里 多多发欲 生命中 清凉甘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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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蒸活脱魔杖 怕不愧一世生命倒是 生老死万万是轮回也难找 找到了一路都发生发报 拜谢你无伤慈悲 拜谢你无伤慈悲 拜 拜